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棵铜钱草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棵铜钱草 现在是已经软趴趴的这个状态 那么出现这种状态 我们该怎么处理才能让它不会死亡呢 其实我这一盆铜钱草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没有机器的浇水 放在太阳下暴晒 就造成了全部缺水 那么如果大家养的铜钱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能给它浇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给它浇水 因为它的植株里面的气温 包括盆内的气温都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给它浇水进去 就会造成里面的水分快速的蒸发 那么就会造成铜钱草里面的生理机能受损 一些细胞受到破坏 就会造成这个铜钱草就活不了了 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先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 给它缓一下 等这个温度全部降下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慢慢的浇点水 让它慢慢的恢复生长 然后暂时不要给它晒太阳 先给它阴阳一两天 等它恢复健康了 再把它放到太阳下养护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铜钱草死掉 那么我们平时养护铜钱草 最好适当的给它加入一点零酸二斤甲来养护 在1000毫升的精水里面 加上一颗的零酸二斤甲 这样的话就很有效的提高铜钱草的抗汗 抗汗能力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